这猛烈的地震一摇完 妈妈就在LINE群组上面写着 天哪地震孩子们还好吗 但是带队的老师都没有回应 妈妈心急如焚 因为她的小孩以及同学 还有老师一共26人 到河欢山去爬山露营 地震当下这妈妈打电话都联系不上 直到清晨5点多 教练才赶紧回讯息是须经一场 校方也表示可能是地震当下 这个讯号不稳定 才会导致联系不上孩子 误以为是失声失联 但其实没有 事实上都非常的安全 也会在今天顺利下山回学校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